第1次連技術都好 大家好,我是WaRu-D,好消氣影評 今天說一下,功夫紅貓,功夫Panda4 其實真的真是短眼,第一集是08年 第二集是2011,第三集是2016 所以,第四集的時候,其實 距離2016已經是八年了 但是难得就是这个系列四集都很划算 第一集的时候,其实那时已经买了DVD 那时已经说了,是美国人Dreamworks 去画中国的熊猫 画得比中国人画的更加可爱 起码可以畅销全球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要妄自菲薄 但是有时候别人值得赞的地方 我们真的要学 为什么会是老外画我们熊猫 比我们自己画更好呢? 还可以是畅销全球呢? 很多人有时候会有一个向导的 就是看我们的市场有多大 13亿人 但是反过来 现在人家的市场是全世界60亿人 还要攻入你自己的13亿市场的时候 你welcome他 也welcome Marvel 那些 这些就是创意,这些就是厉害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反过来 我们的市场是看着全球60亿的呢? 有没有呢? 有人说有的,三体 三体是透过Netflix 所以我也期望有一天 真的,我们的创意 是不会再受制线的时候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Dreamworks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Marvel 不时都执人口水咪 或者在人家的影子之下等等 那我意想不到就是 2024年8年之后的第4集 都是好看的 无论故事,动作,笑点 各方面的平衡都很好 我可以给到8分 甚至我觉得比King Kong 更好 King Kong 可能你要等10分钟 打10分钟,又再等10分钟 但是呢,它现在 功夫Panda 4的平衡非常之好 也比Ghost Buster更好 Ghost Buster更好 只有头尾有竹鬼 由中间什么都没有 所以戴眼镜第4集都好看 那现在就分析一下 为什么第4集好看 对吧 以及回顾1-3集的精彩元素 第4集的主题 我觉得都非常好的 就是全城问题 因为始终它是龙战士 Dragon Warrior 我一直是看英文版的 Dragon Warrior 里面 其实都讲了3集 所以今次第4集 它讲全城 我觉得这个主线 眼前一亮 我觉得挺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第二、第三集 都各有它的主题 其实说真的,第一集就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首次将熊猫画得这么有趣 其实是一个肥渣男 只是收质价 他从没想过成为龙战士 他的梦想呢 就是可以亲身见到那个最强五人钟 那就看谁是龙战士 反而最后自己成为龙战士 所以由一个渣男 虎底抽身 突然间成为龙战士的时候 这个180度的改变也好看 梦想成真 可以梦想之类 第一集是好看的 还有有些笑位 他爸爸原来是一只鸭 大家都知道 他爸爸没有可能是一只鸭 所以一定是收养他的 但是这些笑料有格制 而且他爸爸对他有梦想 有期望 爸爸期望他就是接手继承面当 但是其实 阿寶 功夫panda 即是阿寶 他自己有自己的梦想 i love kung fu 有格制 亦中一些苦巴苦妈的情况 将自己一己的期望 希望放在小孩身上 小孩有自己的梦想 要放手 所以 无论主线故事和副线 都是好看的 这样才精彩 即是你一个宅男 亦都有你的梦 你有没有勇气去追梦 持守的梦 又有那些笑位 那当中的master师傅 师傅 直叫而叫师傅 那个小熊猫 根本就不看好他的 那师傅就是训练 那个最强五人众 五人小队 但竟然master wugway 就没有在五人众那里选 下一任的龙子 一选一选 它是功夫panda 所以其实 这个小熊猫 master师傅 都很不喜欢他 但是手下最强五人众涂体 都不喜欢他 所以这个角力 也是好看的 但是那个角力 是随着时间 即是由五人众 都比试过肥仔 责男 所谓龙战士 但是慢慢 就是一起 可以并肩作战 最后肯定他的地位 尊敬他为一个师傅 所以那个角色的成像 和角色的角色之间 由敌对 然后就并肩作战 到互相肯定 第一集 非常之好看 第二第三集 都有角色之间的张力 不过就少了五人众 和阿宝的角力 纯粹就是阿宝 和那个大奸角 所以第二第三集 都差一点 但是我都觉得好看 那今集一样 有主线 全城 全城的里面 背后还有其他副题 第一集里面 譬如 Masters 烏龟 说一番说话 昨天是过去的 未来是秘密 现在是责 所以我们称为 现象 这些说话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超越了画面 超越了动画 所以其实 除了主线清晰 背后的思想 价值观 是超级的 所以第一集 第二三集的金句 我就不记得了 那当然了 第四集有没有呢 都有的 就是他说 可能要change 人要change 人是会怕改变的 但是 有时改变是微尝不好呢 可以转汤底 那你 你都没有可能 一个餐牌 就是玩中一世 都是同一个餐牌 有时候要转一下餐牌呢 那我觉得 他有一些的金句 或者背后的思想 第四集都有 而且他也有深度的 change的里面 究竟是change的外表 还是法治内心呢 那第二第三集有没有呢 就没那么出了 没那么出了 所以第一集的金句 背后的思想价值观 是最强的 最好的 但是如此类推的话 我觉得第四集 都能继续成 那很难得一部动画 就是大人 小孩都看得开心的 那你动作 笑位 真的笑出来的 大哥 那是好的 有些像是illumination 那个super mario 那Dreamworks 很多时候 他都是奇开得胜的 就是以前那个史力家 我特别喜欢他一二集 尤其第二集 就是玩金曲 玩很多反转位 真的爆笑 真的笑的 但是第三集 没有金曲的时候就不行了 但是这次一样 去Dreamworks 都是继续成功夫panda 一二三四 那种搞鬼动作 有故事 有温情路线 大人小孩看得很开心 那些笑位是真的笑出来的 是 因为金刚的笑位很尴尬 就是不会很gobuster的笑位 根本都没有笑到 所谓功夫panda 好棒 真的笑到 而且每一集都有那个大奸角 一定的了 就是阿宝 这个龙战士 他脱脚 他真的训练成为龙战士 然后有绝技 他打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坏蛋 第一个就是黑豹 很有型的 又大一只 其实这一只黑豹 本来他就想做龙战士 但没有被捡选的时候 就反转猪套就äng 第二集的大佬又是型的 那只孔爵 瘦少一点 但是他整身都是刀 帅 第三集 就是牛魔王 打到去灵界 我想第四集的时候 存在了 也玩过 这次又怎么玩呢 我觉得ok 坦白说 我其实觉得Dreamworks 都有抄到Discley的设计 例如当中玩那个变色龙 有些是影子的 又或者现在多了一个新角色 又是好看的狐狸精 也有点像阿力 但是抄得好,改良得好 就不要紧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大奸角是出的 有性格 然后新的角色狐狸精 又是吸精的 所以各方面都有 动作,笑料,故事,温情,金句 新角色,有新元素 共野一路,所以我给到有8分 动作不用说 如果对比King Kong来说,大家都是 电脑特技而已 我觉得动作,想过度过,是 漂亮,华丽,国际 在城市追逐的里面,追逐战 对打,各方面 又漂亮又帅 有些位族还好笑 怎样漂亮,怎样型化,你自己看 所以无论小孩看,无论大人看 这些动作都是一流的 如果真的要弹,第四集还没有了第一,二,三集 总有一些特训的元素 有些像成龙式的特训 不过没了都可以的 说了,每一集都有个大坏蛋 大奸角的,每一集都要角色有成长 要有一个绝招对付大奸角 第一集里面,阿寶 就要成为一个龙战士 有无字天书,想着好东西 一打开真是无字 其实正正反应就是 他自己要接纳自己的强处 拥抱他自己 这个信息就非常好 就发挥他所长 别想着大套奸 反而大套奸 就会打败大只黑炮 这一点 第二集呢,太极 太极厉害 炮弹飞来,四两拨千斤 拨走炮弹 真是帅的,那些鬼佬不单说阿寶 画得可爱 他们捉到那些功夫的神髓 那些动作的速度感 劲度,他画得出来 炮弹四面八方的射过来,就拨开了 拨开了,挺个人 又有趣又帅 那你到第三集的时候 去打灵界大魔王 这个牛魔王 又是国际,即是飞龙在天 那样 就是说到他懂得用气功的气 那当然了,去到第三集 我觉得都尽的了 这次八年后第四集呢 我又觉得,哎呀,OK 那当然了,你第四集里 真的什么都玩出来了 那我现在不剧头,你自己进去看 那究竟还可不可以有第五集呢 既然第四集都玩得这么尽 我觉得都难的啦 所以我听了这么多年 Jack Black 的演绎,那个配音 Jack Black 的演绎 Jack Black 即是吉他班人 的那个 亦都是配 Super Mario Bowser 的配音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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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ches I love you, Beaches 那是很鬼鬼鬼人的 我那么多年都听了他的配音 那他现在都差不多开始白发,白骚瘡瘡 其实去到路了 有一份感情 可惜今次香港或国际大都会 英文版少之又少 如果你要看英文版 只能去到尖沙咀或者中环 太古城都好像没什么 今天在荃湾都没有英文版 所以非常可惜 我看了三集三次都看英文版 今次无奈我错失了英文版 买错了买了中文版 有些可惜 我想起以前我小时候 家人一早就带我去看James Bond 不适宜的画面就遮了眼睛 但那时很快就背了入路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多帅 小孩慢慢进入路 英文就会好 如果有些人不去看英文的电影 一看就看韩剧、日剧 看功夫熊猫一看就看配音 英文又怎会好呢 所以鼓励家长可以带小孩去看英文 其实都很开心看画面 你慢慢潜移默化 语言的东西是这样的 所以我都喜欢原汁原味 所以今次就算我看配音版 我都觉得好看 给到8分 我相信我看英文版的时候 9分很紧的了 最后用Britley Spear My loneliness is killing me 那就是Jack Black唱出来 很个人的 英文的首歌 又表达到 其实它传承里面 未必传承到的时候 又孤单 找到徒弟仔的时候 就解决了这句 孤独性 我觉得这首歌 这样的转换也OK 超越了爱情 本身是爱情歌 又跟着 beat 跟着节奏 又跟着功夫卡通 真是很划算的 就是外国人的创意 我真的很佩服 互联网也是他们发明的 不要玩了 刚才主力也说了 第1、2、4集 第3集 他有新元素 就是他爸爸找回他 还带回他入村 整条熊猫都去村 这个视觉效果是特别的 还有那个大奸角 就是牛魔王 杀穿逃穿 保祖要在短时间里 训练整班村民 各有所长 各有技能 各人按自己的能力 长处 去练武 这个概念也是继续第一集的 所以 第3集 就解释了阿宝的身世 我觉得都OK 有些人不太喜欢第3集 但我自己觉得OK 他也有去新元素 我记得好像是练功 练得很辛苦 在河边洗脚底 也有 很过激 所以这集的新元素 我挺欣赏 是在全城那里 而且狐狸精那里 挺有趣 挺有趣 可惜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惜就是 Dreamworks 没有出过公仔 没有出过 没有公仔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 08年之后 我没见过 我老婆就说 你在海人公园买一只 我说都不同样 终于看到一个 硬胶版 其实它是 是被你放爆谷的 是啊 被你放爆谷 不过 它又不是钱 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 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一个实体公仔 那我觉得 哎 都是忍不住 大概加一羽的价钱 就可以有阿寶了 那我终于都是 拿它回家 我没看之前 我都会担心的 即是三集 那现在第四集 会不会都是炒烂饭呢 但是我刚刚说了 即是百分 故事啊 动作啊 笑点啊 意义啊 根据各方面 什么都有 动作比King Kong更好 在我的角度 那个节奏时间 掌握得非常好 那些文气呢 真是带到感情出来 那唯一怪怪的呢 就是他两个老爸 都住在一起 即是那个 哎呀 爸爸 那只鸭啦 和真实的老爸 都在面当帮忙 他真实的老爸 就是住在面当 面当帮忙 我觉得有点怪而已 我感觉上 依稀有少少 Two Fathers 那种问题 少少而已 可能我想多了 那但是 呵呵 算了 我想他不是特意的 无意的 我自己是最忌这些 好好的 不过他真的没有搞这方面 OK的 即是他们有亲的镜头 都没有 那我觉得是兄弟情来的 OK的 不过算了 所以我没有给到他 满分就是这样的 而呢 其中有些反转位呢 可能有些年轻很喜欢暴力的 那 正确是电影里面的年轻很喜欢暴力的 那反而可能对场外的小朋友 有不良影响都没有 即是会为求反转 或者可能会教坏小孩 都有可能的 不过不要紧 有家长指引 家长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人和小孩都想开心一起看呢 这一套是不二之选 那如果你喜欢上我的影片 请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多谢各位 拜拜